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两天国务院和移民局公布了绿卡的排期进度 移民局宣布还是可以继续使用filing date 我们看一下 对于出生在中国的申请人 职业移民EB1类别前进了一个月 这个排期到了2017年的10月1号 EB2不变还是2016年的8月1号 EB3也不变还是2017年的3月1号 那么以上是filing date final action date都有小幅前进 因为提交485是按filing date算 移民签证办理中很多时候也是按照filing date算 所以我们就讲这个认为对于这个视频就足够了 一向是职业移民 对于亲属移民来说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2020年的1月 和绿卡持有人结婚 办理F2A类别的亲属移民 这个申请绿卡仍然不需要排期 换句话说 如果你有绿卡 你结婚以后配偶如果还没有绿卡 你可以为配偶办I130 配偶可以同时马上提交S85 交到S85以后不用任何其他的签证身份 就可以合法留在美国 而且一般来说在三四个月以后就可以拿到EAD 可以为基本上任何雇主来工作 可以有advance parole可以出入美国 然后只要等着绿卡批准就行了 所以还是有很多便利的 那么现在在美国还是有很多华人数量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预期应该还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通过这类的亲属移民 和绿卡持有人结婚来取得绿卡 因为现在速度相对比较快 那么以上是绿卡排期的情况 关于S386 目前有一些新的进展 据说伊利诺州的参议员Derbin 前一直反对S386 最近和积极推动S386法案的犹他州参议员里 达成了协议 不再反对S386 另外法案内容本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目前据说法案的一个重大变化 是在I140批准以后 可以提前提交S85或者是EAD的申请 就像现在有这两套排期一样 即使Final Action排期还没有到 那么I140批准了 按照目前大家看到的对法案修改的文本 那么申请人就有可能能够提交EAD申请 然后就可以合法留在美国来工作 这样如果通过了会给很多申请人带来许多便利 比如说如果你的Perm批准了 然后基于Perm的140批准了 就可以PP 所以可以很快的 接下来过去申请人还需要办理工作签证 H1B要有一个抽签的问题 批准的问题 换工作还要重新办 很麻烦 那么如果能够办这个所谓的I140 EAD 在140批准以后就可以提交EAD申请 就会有很多方便的地方 这个是雇主支持的Perm 如果是自主申请的EB1 NIWI140申请 会有更多的benefit 这样的话140批准了 如果就能够继续申请EAD 然后在美国工作的话 那么显然对申请人是有利的 这个是愿景 当然了也有变数 因为众院这样的法案文本 如果和参院不一样 那么两院还要协商 如果国会两院 从最近对川普的impeachment 大家就可以知道 对吧 所以有的事情众院通过了 参院不一定会通过 参院众院如果有不同的文本 在协调 总体来说 当然这个S386会不会通过 还有待观察 看起来至少说 在这个修改文本过程中 有可能会对很多申请人 带来一定的便利 好 那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2020年1月 美国绿卡牌期进度 及S386法案 谢谢